华强北哪些地方不要去也不能去 华强北的东西的确便宜 但如果你去错了地方那也是白给 首先华强北不是一栋楼 它是一条商业街 在这条街上所有里面看到的苹果手机店 维续店全部都是私人老板经营卖给游客的 随便换个电池300多 飞扬拿货才几时 蓝牙耳机卖你两三百 农盛也就几十块 反正是坑里没商量 真正想体验华强北批发家拿货的 那要去什么地方呢 全新机直接去远望数码商城 全新的苹果华为小米 OPPO微博等在这里都有 也没有什么门槛 柜台明码标价 一台也是批发家 但比较忌讳问东问西 手机套钢化膜 数码配件直接去龙胜批发市场 什么蓝光膜防规膜 太空人手表 蓝牙耳机等各种数码产品 在这里都能搞定 二手micbook iPhone iPad 直接去华强北通天机大厂 但门槛比较高 除非你有认识的老司机 否则去了也是被坑 组装机翻新机 分分钟让你怀疑人生 不过这里的成本价维修 确实挺香的 苹果手机压个盖板几时 修复面容一百多 说了这么多 你们都记下了吗 变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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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好